李亚鵬與海哈驚喜在婚以後一直都是這一焦點 現在更是變成一家三口 經常通過社交帳號秀恩愛曬幸福 讓無數人看著羨慕 加上大女兒李嫣頻繁引發爭議 這一家子成為一輪焦點 有點風吹炒動都備受關注 3月3日 李亚鵬交妻海哈驚喜通過社交帳號更新視頻 配文稱 今天是勇敢的下下 從視頻畫面來看 是帶著女兒去看病 動態移出 引發不少圍觀與猜測 紛紛質疑 孩子到底怎麼了 是生病了嗎 通過視頻內容 我們了解到 原來李亚鵬一歲女兒患病嚴重 孩子手指出現反覆的嚴重脫皮 很長時間擦藥都沒好 反而越來越嚴重 要知道 孩子有一點點小問題 最擔心難過的就是父母了 最終海哈驚喜等不下去 所以才帶著女兒來醫院詳細檢查下 如果沒有問題 也能讓玄測的心放下 但是因為李亚鵬出差的緣故 只能自己帶著父親來幫女兒看病 視頻中還曝光了母女倆的就診畫面 在醫院不管是看診還是抽血 才一歲的下下並沒有害怕與恐懼 反而對周圍環境和設施比較好奇 一連探索的意味 就算是抽血也沒有哭一聲 讓海哈驚喜十分欣慰 還忍不住誇讚女兒 通過檢查與看診 初步判定 下下指甲不正常 不僅營養不良 而且患病比想像中嚴重 被診斷視為指尖皮炎 聽到這個結果的海哈驚喜 滿臉写滿了擔憂與害怕 眉頭緊索有種要哭的即時感 特別心疼與自責 在最後還透露 孩子這種患病情況或許跟自己在懷孕期間地中海貧血有關係 這更像讓他自責與擔心 覺得是自己的問題才讓孩子受這麼來的罪 情況還有些嚴重 更害怕未來會有什麼情況 能夠看出海哈驚喜雖然初為人母 但卻非常用心細心 對孩子的照顧與關心 完全體現了偉大母愛 而且遇到事情不慌張 十分理性 讓人好感油然而生 不過此前在李亞鵬晒出的一段日常視頻中 那時也有細心的網友發現 夏夏在互動與觀察時 眼睛的黑眼球特別大 而且動起來看著別人時 有些怪異不對勁 明顯容易鬥雞眼 看起來輕微突出 當時就被懷疑又是先天病嗎 現在海哈驚喜帶著孩子醫院看病 更加大了大家對夏夏患病的猜測 懷疑是李亞鵬基因有問題 所以才會有這樣的先天病 讓孩子從小就患病 因為大女兒李鵬就是先天性醇惡劣 通過多次手術才會有所恢復 而小女兒又有指尖皮炎 而且眼睛看著也有問題 更懷疑是李亞鵬基因的問題 畢竟 兩個女兒都多少有問題 很難不往李亞鵬那里想 不過 不管怎麼樣 相信她們都有辦法解決的 也不是很嚴重的疾病 孩子還小一定會治愈的 現在的李亞鵬有一個幸福美滿的家庭 與娇妻海哈驚喜甜蜜恩愛 還有一個可愛的女兒 為了妻女努力打拼 給她們一個好的生活與環境 也希望小夏夏可以早日治療 早日康復 等等好消息的傳來 李亞鵬近日發文宣布自己結婚生子 對於李亞鵬的官宣文案 很多網友表示不理解 一個來自西域戈壁 一個來自屬地青山 過於文藝 李亞鵬的妻子海哈驚喜90年的 身高173 比李亞鵬小19歲 曾參加過選美比賽 氣質長相還是非常不錯的 之後轉型做了演員 出演過《胡陽的夏天》《那年花開月正圓》 但是成績都一般 當模特 當演員都沒讓海哈驚喜獲得關注 倒是和李亞鵬在一起之後 獲得了大家的關注 被記住了名字 兩個人宣布在一起後 很多人不理解海哈驚喜 年輕又漂亮 為什麼要和他大19歲的李亞鵬在一起 這個問題估計只有當事人自己心裡有數了 外人是無法真正知道原因的 李亞鵬近些年徹底放棄了自己的演員事業 開始投資做生意 但都屡屡失敗 被爆出欠債4000萬的情文 網友表示 李亞鵬真不適合做投資 確實 做生意這件事 不是每個人都能幹的 要有這方面的能力 投資失敗以後 李亞鵬現在開始了自己短視頻之路 每到24節起 李亞鵬就會發一個相關的視頻進行介紹 在介紹小孩的時候 還被眼尖的網友發現 李亞鵬身上的那件羽絨服已經穿了12年了 和王菲在一起的時候就穿着 雖說這件羽絨服價格不便宜 穿個很多年都正常 但是對於一個明星來說真的不多見 普通人一件羽絨服穿12年的應該也不多見 這是節儉呢 還是缺錢呢 除了介紹24節氣 李亞鵬還出了一個訪友記系列 拜訪的都是一些很文藝的朋友 像是吃素食的 開機車的 作家 金扇修復師等等 營造了一種歲月靜好的感覺 有網友覺得 李亞鵬這是在故作高雅 因為印象中的李亞鵬不是一個很文藝的人 李亞鵬這一個系列視頻給人一種他生活得很健康 很養生的感覺 每天和大自然在一起吃野菜 但是他的臉部狀態出賣了他 完全是不像是一個養生的人 可能就是為了視頻擺拍而已 因此對於對王菲的狀態 大家都覺得醫美更靠譜 王菲還比李亞鵬大兩歲 對比李謝霆锋 李亞鵬就更显老了 雖然李亞鵬50了 但是比謝霆锋還大9歲 但以謝霆锋現在的狀態 就算他到了50歲 也不會像李亞鵬這麼显老 謝霆锋今年41歲了 真實也不小了 但是狀態特別好 皮膚緊緻 體力好 他之前發起的體力挑戰 很多20多歲的年輕人都做不到 謝霆锋現在完全就是30歲的狀態 這樣懸空轉活拉圈 有幾個男演員能夠做到的呢 謝霆锋不僅體力好 年輕 做生意要比李亞鵬成功 他的特效製作公司 美食品牌都很成功 都是盈利的 李亞鵬其實本可以生活得比現在好 李亞鵬年輕時挺帥的 中系表演系畢業 《處女座》就是電影男主 之後與吳倩蓮合作了電視劇《金港愛情線》 第二年 應與徐靖雷合作《將愛情進行到底走紅》 成為了當年的一線小生 後續與許晴拍了《笑傲江湖》 與周迅拍了《射雕英雄傳》 都是當年的熱播劇 雖然現在翻拍金庸劇不再那麼受關注 但是在2000年左右的時候 金庸劇還是很吃香的 各大電視臺輪番直播 李亞鵬的演藝之路可以說是一帆風順的 風荒過很多年 但是李亞鵬並沒有想只是演員 進行各種投資都不是很成功 還讓自己之前积攢的觀眾緣都沒了 如果李亞鵬繼續做演員 就前幾年影視圈的狀況 動不動就幾千萬的片酬 一年拍個幾部劇 再接一些商務 李亞鵬賺的不會比她做生意少 因為李亞鵬做生意不成功 不少網友調侃她談戀愛比做生意厲害 確實 李亞鵬出道以來 談過的女朋友都是大美女 都是天后級別的 2000年 李亞鵬與曲影公開戀情 曲影現在名氣雖然不如以前 但是當年曲影是有有名的超模 長相美麗大氣 身材更沒話說 唱歌 演戲全面發展 演電影合作的都是張藝謀 江文這個級別的 曲影之後 李亞鵬與周遜戀愛 兩個人因合作射雕英雄傳 但產生了感情 周遜就不用哈說了 活了這麼多年 現在已經是影后級別的了 周遜之後就是大家最熟悉 也是知名度最高的王菲了 兩個人有一段八年的婚姻 還有一個女兒李嫣 李亞鵬這前半生生活的也是很精彩了 如今再次回歸家庭 再次當爸 也算是又一次穩定了 網友調侃她該換尿布了 她回覆剛洗完 心態也是很平和了 好了 以上是本期的內容 如果您喜歡我們的節目 歡迎訂閱 點讚 轉發 感謝大家的支持